中美代表沈旅巡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共同出席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和布鲁金斯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 讨论台湾关系法 也聚焦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的重要性 许多台美政要和学界领袖都发表谈话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 则肯定台湾未加入TPP所做的努力 至于台美关系未来进展 申旅巡指出台湾是进军中国大陆的最佳据点 也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资产 唯有全面执行和扩大台湾关系法 美中台才渴望达成三赢局面 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资产